第861章 再闯恋心路 大家放心 本尊岂会不知道天元坊野心勃勃 我与他们合作是有理由的 对于众人的反应 紫袍大汉并无意外之色 反而胸有成竹的开口 显得蜘蛛在握 马兄请说 白眉老者舔了舔舌头缓缓开口 其他人也露出了轻而轻听的神色 大家只知道我们与天元坊在生意上有冲突 恐怕还不清楚 对方已经投靠黎耀宫成为了他们在幽州的分度 什么 紫袍大汉与荆四座 此话一出所有宁丹其修士无不脸色大变 不可能啊 黎奥宫乃是天云十二州七大宗门之一实力深不见底啊 听说元英后期的大修士就有两三人之多 宫内其他高手更是不计其数 虽然他们与天云坊有纠葛 可是那由于天云坊宗主曾在黎奥宫学艺的缘故 听说也不过是以普通的内门弟子 作为修仙界的晴天之助 不知多少门派想要依附黎奥宫而不可得 小小的天云坊又怎么可能看得上眼呢 白眉老者惊呼着说 周兄所言没错 然而我说的消息绝对是真的 黎奥宫总坛远在云州 我们这样的蛮荒之地 他们根本不看在眼里 但这一次却派来了一位元英级的外堂长老 掌管幽州分舵之事 我虽然没有见过那位前辈 但以用书信的方式谈妥 只要除去那两个丫头 我们拜宣阁就可以与天云坊合二为一 共同成为黎奥宫在幽州的分舵 这意味着什么 我想不需要多说 紫袍大汉缓缓的开口 其他人听了 五不脸露兴奋之色 激动的溢于言表 修仙修仙 除了个人的资质与机缘 有没有一个大门派作为靠山 也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此人能否在修仙道上走远 毕竟门派能够提供庇护安全 修仙资源也要稳定得多 越大的门派意味着越大的好处 当然散修之中也不是没有高手 但相对来说 几率要小得多 修仙界顶而尖的存在 通常还是那些大派中 不轻易出世的老怪物 正因为加入宗门有诸多好处 所以修仙者无不削尖了脑袋 往大的门派里钻 而一些小的宗派家族 则选择成为了大门派的衣服 大门派也借此发展外围势力 可谓各得其所 然而凡事都有例外 比如说黎耀公 作为天云十二州的七大宗门之一 实力深不可测 原本就是庞然大物 根本不需要小的宗门家族衣服 那对他们来说 不仅没有丝毫的好处 反而会成为累赘的 其势力之大 已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 和小小的拜宣阁是完全没有办法相比的 没想到居然能够成为他的分舵 众长老的兴奋是可想而知 以后顶着黎耀公修士的金字招牌 别的州不敢说 至少在幽州是可以横着走的 马兄 对方真的同意了 我们都可以加入 八连修士是兴奋的开口 不错 只要灭了那两个丫头 将拜宣阁作为觐见之礼即可 紫胞大汉毫不犹豫的点了点头 众修士听了有些肉疼 毕竟拜宣阁这些年 积攒了相当可观的财富 不过稍一转念 反正自己又当不了阁主 做个顺水人情 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当即纷纷点头 好 大家既然没有意见 那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紫袍大汉眼睛微眯 瞳孔中闪过一丝得意 那位前辈可是在书信中 许下承诺 答应让自己坐上富舵主高位的 有了黎奥公威名的震慑 自己在幽州可以为所欲 单要法宝还不是唾手可得 就算日后凝结元英也是大有可能 却不说分舵那些人图谋造反 此刻在拜宣阁总坛 林轩一个人来到了飘云谷的后山 一条斜斜的通道出现在了眼前 是深不见底 林轩的脸上却隐隐闪过回忆 他原本就出身在这里 对于飘云谷的一草一木非常熟悉 更不用说练心路 当年自己可是在这里经历了莫大的苦楚 同时也踏出了修仙坚实的一步 林轩嘴角边露出淡淡的笑容 慢慢的往下走 这奇妙之地自然有弟子守候 不过见到林轩自然没人敢阻拦 反而无不恭敬的行礼 当日两位阁主向他下跪的事情 已经传遍了整个总坛 林轩是点点头身形 渐渐隐没在了黑暗之中 尽管历经了沧桑起伏 不过这通道却似乎没什么改变的 说起这练心路 林轩知道的其实也不多 只知道里边的灵气十分充足 在里边修炼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据说其最初被发现的是在三千年前 据飘云谷前辈推测 应该是古修士留下来的 里边幻境重重 一进入里边就仿佛身处十八层地狱之中 而且越往里走 幻境越恐怖 即便当年的飘云谷之主 也没能完全深入其中 在大约数百米之后 就狼狈地退了回来 重修士百思不得其解 不明白古修士为何在这里设下这么厉害的幻阵禁制 不过对于低阶修士倒是有磨练心智的效果 林轩当年就曾经咬牙坚持过 并大有收获 不过那个时候他修为太低了 对于修仙界的各种事物更没有多少见识 如今事意时宜一百多年过去了 飘云谷已经离开了这里 而林轩则成为原英中期的修士 回想以往的经历 这炼心路绝对有不凡之处 林轩自然是要重新探上一探 说不定能有什么收获 反正林轩现在也是闲暇无事的 陆盈儿和刘欣早已修到了住基期大圆满 得到天成丹之后就开始闭关 林轩准备先在这待上一段时间 一来住两个丫头凝结金丹 二来解除拜轩阁的内忧外患 虽说他的身家丰厚无比 也不需要什么宗门的支持 但能够暗中掌握一个势力 总是没有害处的 毕竟幽州已不是昔日的幽州 与另一块人界的大陆连在一起 论修仙水平 七星岛云海都有所不及 背后多一个势力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助自己一臂之力 位与筹谋 这可是林轩的长处 想要在修仙界活得更久 底盘越多自己是越有把握 林轩暗暗的想着 一步一步的踏入了炼心路 最初一百米并没有什么 天地灵气的浓度 同外边也保持着一样的分布 然而又走了几步 情况却骤然发生了变化 灵气变浓 地表也有障许的火苗窜出 一时之间是烈焰熊熊 然而 林轩的嘴角边却露出了笑容 记得当年自己可是吃了不小的苦头 然而现在 作为元英妻的修仙者 这小小的幻术尽致 对他岂能有所伤害 林轩甚至连护盾都没有打开 对火焰熟视无睹 毫不犹豫地奏入其中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随着他脚步的升息 那些火苗竟然嗖嗖窜窜开 自动分出了一条路来 林轩眉头一条 脸上露出感兴趣的神色 有点意思 这与普通的幻术可是完全不同 林轩也有点惊讶 古修士的手段神通 当即闭上双眸 将神石放出 在这附近是细细的搜索 可惜最后却一无所获 这进制似乎是连为一体 从外围无法看出什么端倪 林轩是微微一笑 继续埋头向前走去 很快景物又发生了挪移 火焰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白茫茫的冰雪世界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寒风就在身侧怒嚎 是刮骨如刀 可惜林轩还是没有感觉 与这里的尽致相比 他们的修为实在是太精深了 相反林轩心中反而涌起一股温馨的感觉 这里的环境 倒与当年的冰墨荒原有些相似 让他又想起那三条尾巴的小雪狐 不知道那调皮的丫头如今怎么样了 不过林轩倒不担心什么 雪狐王虽死 但以袁柯的胸襟气度 也足以做的一族之主 虽然修为比其父稍逊一筹 但服了世心魔陶之后 再加上传承之宝 也能勉强力敌大药兽 有他的招福 香儿肯定能够茁壮成长 数百年后 自己只要能飞升灵界 必定能再见到那个丫头 嘴角边带着温馨的笑容 林轩行走在漫天的雪花之中 突然是寒风怒吼 雪花化为无数冰刀式寒芒闪烁 呼啸着向他炸了过来 林轩是眉头一皱伸出手来轻轻一点 也不见有什么灵光法宝闪烁 那些冰刀就莫名其妙地碎裂开来 林轩如闲庭信部般地又闯过了一关 接下来的幻境是阴曹地府 迷雾之中鬼影重重 无数的冤魂轻笑着向他疯狂地扑了过来 记得昔日自己在炼心路就止于这里 再往前走人力有势而穷 即便林轩心智再坚韧 也忍受不住 还记得当年被万鬼自扯 那尊心的疼痛不过现在 见无数冤魂向自己扑来 林轩仅仅是哼了一声 声音不大 然而却从他的身上 骤然爆射出一惊人的领压 如波纹般向四周扩散 所到之处 那些鬼影无不露出惊慌之色 随后如气泡一般地破灭了 还不止是鬼影 甚至连整个禁制都因为林轩爆发出来的惊人修为产生了瞬间的停滞 不过林轩却眼睛一眯 反而露出喜分凝重的表情 第862章 复合之阵 鬼影幻灭 不过周围的阴气却没有分毫地降低 反而变得越发的浓郁 有点意思 林轩第一次看到如此玄妙的幻术进知 以前虽然来这里 不过那时候修为太低 自然无法品出这其中的奥妙 此时他站在原地 静静地等着那些阴气聚集 很快一张巨大的鬼脸出现在视线里 青面獠牙相貌极其凶恶 一股可怕的林轩是佩然而出 竟然不比原鹰其修饰逊色 少爷 石海之中 月儿也感到有些惊恶 没想到小小的飘云鼓会出现这种怪物 那威压有弱实质 这鬼脸真的是幻境吗 一定是 此乃考验人一日的心魔 月儿很快做出判断来了 只是这上古禁止 确实非同小可 幻术居然能够真实到如此地步 月儿有些骇然地想着 然而与他的判断不同 林轩脸上却满是凝重 眼见怪物扑到近处 突然一挥手势银芒闪瘦 一柄小巧的仙剑是飞掠而出 清火 那鬼脸是大惊失色 张口从嘴中喷出一道碧绿色的鬼火 化为一片光幕 想要将清火箭挡住 躺避当车 林轩可没有心情在这纠缠一个怪物 冷哼一声之后 浑身法力磅礴 如绝地之水一般的注入清火箭中 顿时银芒暴涨 见光都变得有若实质一样 林轩还不把手 左手浮动 一团鸡蛋大小的忧火 从衣袖中飞掠而出 闭光闪烁 看上去诡异的程度 丝毫不比鬼脸而逊色 旋转着 划为一条拇指粗细的青蛇式 昂首吐心 飞快地窜向了眼前的怪物 然而 这轮攻击却没有引起鬼脸的足够警惕 他大半的精力都集中在那刺目耀眼的清火箭上 嘴中是一阵乱角 随后一团如墨般的阴气从里面喷吐而出 那光幕一阵闪烁 变得越发的凝厚了 轰隆 清火箭已劈了下来 荧光狂闪 力气冲天 整个光幕变得摇摇欲坠了起来 鬼脸大为骇然 想不到对方的攻击如此刚猛 以自己堪比原鹰修士的神童 尽其一击就大出下风 血红的鬼耳中闪过一缕巨色 似乎已有退役 然而就在此刻 波的一声清响传入耳朵 却是闭幻忧火悄然绕到身侧 从光幕较为薄弱的地方洞穿而过 鬼脸大惊失色 可这时候想躲已经来不及了 无奈之下 只好又从口中喷出一缕鬼火 可惜没有用途 林轩所修炼的魔言非同小可 以火对付 根本就是扳门弄斧 那小蛇视若无睹 嗖的一下就穿过去了 而这个时候 鬼脸的血盆大口还在张着 闭幻忧火所化的青蛇顿时 钻入了其中 林轩的嘴角边露出得意的笑容 如此结果 比他想象的还要好得多 而那鬼脸却露出惊惧已极的神色 张开口是呵呵而呼 仿佛在求饶 又仿佛在述说着别的什么 以林轩的城府 自然不会有心软一说 法觉催动闭幻忧火 顿时在鬼脸的体内肆虐起来 仅仅片刻 他就由内向外 被一层碧绿色的火焰包裹 惨呼之中 直接化为灰烟了 整个过程也不过半炷香的功夫 林轩晋级之后 神通确实非同小可 举手投足间 就灭了一几乎相当于原鹰气的阴丝怪物 直到战斗结束 月儿才反应过来 目瞪口呆 良久才那那的开口起来 少爷 这里不是幻境吗 难道刚才那怪物居然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林轩的眼中露出一丝激潮之色 脸上却隐隐显出几分向往来了 我以前秀为太帝 不懂这炼心路的奥秘 没想到 还真可以看见古修士所布下的上古神迹 神迹 不错 林轩点了点头 开始缓缓解说 你当这只是单纯的换阵吗 不 你错了 这可是比断尽大阵还要更胜一筹的复合之阵 即使在上古时期 懂得的修士也是寥寥无几 能够将其布下的修士 无一不是令人敬仰的一代大使 少爷 复合之阵是怎么回事 你说得清楚一些 月儿也被勾起了兴趣 林轩道也没有卖关子 开始缓缓地向少女讲述 其实 复合之阵从字面意义上也很好理解 就是将两个阵法套在一起 互为助力 说来原理简单 然而阵做起来 却难上加难 因为是一套阵旗容纳两个阵法 稍不小心就有可能互相排斥 要想有机结合实在是颇为不易 不过一旦成功威力 却非同小可 比如说最简单的八卦阵与三财阵 在阵法之中都仅仅算得上是入门 但是论威力也就能困得住 灵动系低界弟子 即便刚刚驻击成功的修士 也能轻而易举的就将两个阵法破取 可一旦将这两个简单的阵法附和在一起 却足以击杀驻击中期修士 这就是叠加后的威力 听林轩举了这个简单的例子之后 月儿也有些悚然动容 果然是令人触目惊心的神通 少爷 那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复合之阵吗 少女弱弱的开口了 不错 而且是将幻阵与鬼道的杀阵相结合 林轩脸上满是凝重之色 这股修士也真够阴险的 一路走来产生的皆是幻觉 即使烈火加身冰刀习体 或者被万鬼撕咬吞噬 虽然疼痛感非常真实 但最多也就是晕过去 不会受到半分伤害 于是再老成持重的修士 也不免放松警惕 然而却不知道 这仅仅是骗人的诱饵而已 等闯入者的戒心逐渐降低 突然蹦出这么一猙獰鬼脸 由于前面刚刚经历了冤魂的幻觉 按照固定的思维逻辑 那闯入之人当然也不会在意 于是这鬼脸就可以暴起发难 以他的修为便是原因其老怪 在毫无提防的情况下 以必定重伤 然后再以幻阵乱起心智 以杀阵作为主攻击 将敌人灭杀之死 好歹毒的心机 好阴毒的设计啊 回想刚才的经历 林轩也是倒吸一口凉气 其实他倒不是看出了这巧妙的尽致 林轩还没有那么丰富的阵法知识 只不过他向来小心 就算是幻觉 也绝不容危险接近自己 这才误打误撞 反将鬼脸灭去 第863章 阴险的古修士 尽管此处危机四伏 不过林轩脸上却丝毫没有露出退却之责 复合之阵又如何 自己早就尽非昔比了 作为原英中期的修仙者 林轩信心自保无语 俗话说 富贵显中求 那位远古的阵法大师 为何会在这里设下如此厉害的尽致 绝不会无敌放食 林轩心中是万分好奇 也许又有什么非凡的记忆 念及至此 林轩吸了一口气 缓缓地向炼心路的深处走去 当然 有了刚刚的经历 他也不敢拖大 将九天灵盾开启 左手握着两张符 右手则隆在袖里 与轻火箭贴在了一起 很快 一片光怪陆离的幻境 出现在了视线里 其中还隐含着杀阵的攻击 林轩却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 灵光闪烁 很快他就消失在一片诡异的奇光之中 大约数个时辰之后 林轩终于来到了炼心路的尽头 一个二十余杖的圆形山洞 出现在了眼帘之中 山壁是黑乎乎的 似乎不是普通的石头 里边还含有精铁在其中 不过林轩注意的不是这个 而是在正前方 紧靠着山壁的一侧 有一具修饰的骸骨 或许是因为时间太久了 他的遗父早已风化 就只剩下一具有些凌乱的骨头 少爷 莫非这就是那位上古的阵法大师吗 悦尔的声音在脑海中响了起来 林轩没有开口 脸上露出凝重之色 刚才闯炼心路的经历可并不轻松 虽然再也没有出现如那鬼脸一般的厉害的怪物 但各种巧妙的尽致杀招也是层出不穷 再加上幻阵的协助 若非林轩的修为神通都远圣同皆修士 宝物也好的出奇 能否平安来到这里 还是两说的事情 能够布下这么厉害的复合阵法 眼前这位海谷的主人 生前绝不是简单的人物 林轩当然要小心一些 他可不想翻船在阴沟里 略一瞅瞅 林轩在腰尖一拍 将那圆英七尸膜给放了出来 去 林轩冲着前面是一点直 那尸膜眼中是红芒闪烁 立刻毫不犹豫的大踏步的向前走去了 来到海谷身侧却并未发生意外什么 师摸手一扶 一道乌黑的魔光从他指尖是飞射而出 将海谷及附近的地方全都笼罩住 林轩则闭上眼眸 利用心神联系开始搜索了起来 很快便有了收获 砰的一声土地裂开 从里边飞出来一个小小的储物袋 师摸一把抓住轻轻一抖 一片光瑕式席卷而出 随后地上就出现了一堆宝物 一柄仙剑 试样古朴 两个玉瓶里边装的是有八九 都是上古灵丹了 随后还有两块玉桶 说不定那些奇妙的上古阵法 就刻印在里边 若换一个人 绝对欣喜到了极处 这种古修士留下来的宝物 一般都非同小可 然而林轩却依旧是一副淡淡的神色 反而再次将九天灵盾打开了 少爷 你是不是也太小心了 月儿翘脸上露出不以为然之色 现在都已经找到了宝物 难道还能有什么危险吗 林轩是笑了笑没有开口 师摸双手向下一捞那些宝物 顿时飞到了掌中 最后他将玉桶剪贴向额头 然而就在这时时 一变突起 那几件宝物表面 突然有诡异的亮光闪过 最后轰的一声爆裂开来 不好 林轩大惊失色 尖头一抖 已经施展出了九天微步的神童 一道残影闪过 他就从原地消逝得无影无踪 自从修习凤舞九天觉之后 这项秘法几乎能于顺移相媲美了 仅仅是呼吸之间 林轩已经退出了百余丈远 接着才听见霹雅般的巨像传来 他的脸色变得万分难看 烟尘漫天遮挡住了视线 不过却不能阻挡他与狮魔心神上的相连 刚刚那刻林轩虽然第一时间命令狮魔 将手中的宝物扔出 并喷出大量的湿气呼体 不过毕竟还是晚了一些 林轩是左手挥动 一阵狂风水飞掠而出 前边的景物已完全不同 山壁上裂纹四步 碎石纷纷往下落 仿佛这里就要坍塌了 林轩皱了皱眉 寄出一张黄色的俘虏 灵光一闪之后 没入山壁之中 将那些裂纹修补 这是土系的石化之术 林轩可不希望在这里立刻塌陷 随后他的目光落在了 半躺在地上的尸魔 是伤痕遍布 胸口腹部各被开了一个玩大的孔 腥臭的尸血从里边横流而冲 幸好这是阴思界的怪物 假如换一名同阶的人类修仙者 早就灰飞烟灭了 越而是暗暗择舍 心中对林轩越发的佩服 果然是小心无大错 这股修士也太阴陷了 原本幻阵里套上轨道沙阵 就足以让原鹰修士陨落 历经千辛万苦来到此处 好不容易寻到宝物 可谁又能想到一切都是陷阱 即便是很有诚苦的修仙者 得到宝物的那一刻也必定会因为欣喜而借心进去 这时候他却发动了陷阱 偷袭让对方必无可避 好浓重的心机 好阴险的布置 对于这位上古的阵法大师 林轩心中大感借据 这是自己修仙以来见过的最功于心计的人物 幸好已经死了 否则自己与他比拼至谋都办 还要略处下风 林轩有些庆幸的想着 随后是右手一抖 将灵鬼带祭出魔物翻涌 重新将尸魔收入其中 幸好有着傀儡魔物探路 否则以自己的手段 虽不至于陨落 但恐怕也要吃不小的苦头 而尸魔受伤虽重 但阴丝怪物的强横肉体 修养一段时日 应该就可以恢复如初 不过林轩现在可没有半点收获 这古修是固然阴险带毒 不过他在这里大费周章的 设下复合阵法还有陷阱 林轩不相信是吃饱了撑的 肯定是遗留了什么宝物 而且十有八九非同小可 否则对方何须费那么的功夫 若光危害人 那可是说不通的 修仙者固然大多自私一击 但没有好处 谁也不会去损人不利己 那么这家伙的宝贝 究竟会藏在哪里 林轩目光闪烁将神石放出 在整个山洞开始了细细的思索 任何一个角落都绝不放过 第八百六十四章 天元阵书 转眼过了一盏茶的功夫 林轩是没梢一动 将目光落在了那股修士的海骨 刚刚爆炸的威力是非同小可 原本就有些凌乱的残骸 顿时四分五裂 偏偏头颅却是好好的 一丝猎味也没有 林轩的眼中不由的闪过一丝遗色 一手符是低头沉吟了起来 少请之后 林轩是绣袍一服 一道碧绿色的火线是飞掠而出 将那古修士的头颅包裹 噼里啪啦的爆裂声传入耳朵 很快那骷髅就被炼化了 一龙眼大小的宝珠却出现在半空之中 此珠呈暗红色 表面荧光闪烁 一看就非同小可 不过有了刚刚的经验之后 林轩可不敢掉以轻心 抬起右手 一连竖道法掘打出 那宝珠吸收之后 却并没有出现什么异状 林轩这才安心 上前两步将他取到了手里 少爷这是什么 不清楚 不过据我猜测 应该与玉同有几分相似之处 林轩一边说一边放出神识 缓缓地沉入到宝珠里 这一看就仿佛入定了一般 足足过了数个时辰之后 林轩才终于抬起头 脸上满是喜色 少爷 这里边记载的 可是那古修士的阵法吗 月儿好奇的声音串入耳朵 不错 林轩小心翼翼地将宝珠收好了 这海谷的主人 在上古之时 乃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修士 不仅修为达到了原鹰旗 而且阵法知识更是精通无比 这诸中所载的便是他平生所学 前面的功法对我们没有多大用处 毕竟我已是身兼正魔妖三家之掌了 不过后面的天元阵书 则远远超过了我以前所得的玄机心得 正好可以好好修炼一番的 那恭喜少爷了 月儿的声音很甜 里边却透着一丝疑惑 不过除了这个 难道就没有别的收获 傻丫头 你还不满足 这阵法书已知是价值连成的宝物 何况少爷我又不缺什么 林轩笑着摇了摇头 不过嘴上虽是这样说 却还是再次将神识放书 慢慢的搜索 确定没什么遗漏之后 才慢慢的往回走 时光如水 光阴已过 专业林轩来到了飘云谷 已经一个月了 自从在炼心路得到的天元阵书之后 他便待在洞府内细细研究 不过领悟的却不多 毕竟时间太少了 尽管林轩已经精善玄机心得 然而这诸中记载的 确实要难得多 其中复合之阵让林轩最感兴趣 可惜如今仅仅读懂了 他一点皮毛而已 他倒不急 作为原英修士 寿元几近千年 他才一百五十余岁 有的是时间来研究这些杂学 这天上午 林轩依旧如往常一样 在洞府内盘膝而坐 手中拿着那粒宝珠 不过他沉入神思研究的时间 却是不多 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撇着眉头思索 里边记载的东西太难了 每一个字都精深奥妙 若非林轩对阵法本来就颇为精通 十佑八九会什么也看不懂 然而他不愁反省 如此越发证明了里边记载的是非同反响的东西 林轩正在手支住下阁细细的推敲思索 突然煤梢一动 煞然抬起了头 脸上露出了喜色 左手一翻 已将那宝珠放入了厨袋中 最后林轩化为一道惊鸿 飞出了洞府 悬浮在半空之中 目光瑟瑟 向飘云谷后山望去 只见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莫名其妙的风云变色 乌云出现了头顶上空时雷声隆隆 林轩的嘴角标露出一丝笑容 这两个丫头倒也没让自己失望 结单天照比想象的来得还要早 林轩出现后不久 飘云谷便升起五颜六色的顿光 其他修饰也感觉到了天地灵气的异常纷纷走出洞府 脸上露出惊恶一击的神色 天空中的乌云是越来越浓 闪电如银蛇一般划破长空 林轩突然眉头一挑 眼中露出几分古怪之色 少爷 有没有搞错 我居然感觉两个灵气漩涡 难道陆银儿和流星居然在同一时间凝结金丹吗 鱼儿的惊讶声音传入耳朵 不错 这可真有些巧的 林轩露出满意的笑容 怪不得结丹天照比一般要大得多 原来两个女孩居然同时凝结金丹了 其他修饰的反应就更是可想而知的 第一届不知所措 宁丹其长老供奉则是无一例外的向林轩同来敬畏的目光 在此之前 两位阁主都数次尝试宁丹 然而无一例外 都有失败告终 他俩虽然都有丹药辅助 但就资质来说 还是稍有欠缺的 可现在却双双成功 那些长老又不是傻瓜 可不会认为此事是巧合呀 虽然到目前为止 两女都没有对林轩的身份 做一个明确的表示 但对她却是恭敬一级 执奴仆之礼 多半得 对方多半不是什么普通的原因修饰 否则即便是那种等级的老怪物 也不可能轻易助人结丹成功 念及至此 对于林轩这位神秘的原因修饰 那些长老们是又静又聚 同时还流露出巴结的情绪 以林轩的强大神识众人的反应 自然是进入眼底 心中也颇为清晰 但脸上却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情绪 仅仅是抬起头 注意看后山内磅礴的灵气 轰隆 乌云翻涌 伴随着惊雷 斗大的雨点从里边是倾泻而出 然而仅仅过了片刻 居然又转化为了冰雹了 两位修士同时结丹所产生的天照自然 是非同小可 方圆术师里都可以感受得清清楚楚 也幸好是眼周 地处荒僻 尤其是经过阴魂的洗礼 回到这儿的修士寥寥无几 假如换一个地方 肯定又十分引人注意 整个过程足足持续了 一个时辰之久 随后才冰雹停歇 乌云散去 天空重新放晴 一道七色的彩虹出现在了天际 接着悦尔的笑声从后山传来 那声音不大 却十分清晰 紧接着红白两道顿光 出现在了视线之中 闪了几闪 就来到了面前 光滑收敛露出两位少女的容颜 人还是那个人 五官未变 可气质却丝毫不同于先前了 第八百六十五章 功法选择 不用说 自然是陆盈儿和刘新两女 见到林轩 两个丫头脸上满是感激 双双败了下去 多谢少主 罢了 林轩一挥手 一会儿你们来一下我的洞府 说完之后 林轩身形一闪 就从原地消失不见 不过 他们的对话虽短 但那些您单期长老 供奉的无一不是活了几百岁的人物 自然从其中 听出一些端倪来 看来 两位阁主能够结单成功 果然是因为这姓林的老怪物 对方如此手腕 他们不由得暗暗思量 日后应该如何好好的巴结一番 同时也是心中欢喜 有了这么大的一座靠山 那些心怀不轨的叛逆者 不足为惧 留在飘云谷 都是两女的嫡系 当即一起上去 向两位阁主恭喜 半个时辰之后 两女连妹来到了林轩的东府 翘脸上依旧还是喜色 毕竟结单成功 境界虽然尚未稳固 但与筑记系修士 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不说对于灵力的容量与感悟 寿命也是翻了一番还多 孤儿见到林轩之后 他们马上又大礼拜谢起来 心中的感激是自不代言 林轩笑了笑 所以与两女做了一会儿闲聊 烟见天色已晚 陆营儿才逐渐将话转移到了正体之上 少爷 如今您回到了拜轩阁 我和兴儿妹妹也结单成功 时机成熟 是该出手收拾那些叛逆了 嗯 林轩点了点头 不过做事情 要谋定而后动 我吩咐你们打听的情况 可都有眉目 是的 七长老在三天前就收到了 外门弟子发来的传言符 只不过小臂两人 那时尚在闭关之中 少爷您又不愿过多的插手帮物 过而现在才交于我手 哦 里边说了什么 林轩脸上依旧是云淡风轻的神色 情况有些复杂 那马云通不仅勾结了许多党羽 网络了大批手下 而且似乎还与离要功 陆营儿说到此处 翘脸上露出一丝忧色 原本以为少爷归来 一切难题都将迎刃而解 哪知道却出现了这样的变故 李奥公 没听说过 莫非实力不弱 林轩抬起头 自己刚当幽州之时 就从张笑颖嘴里听说过这个宗门的名字 不过那时并没有深究下去 此刻心中自然是有些好奇 岂止是实力不弱 根本就是深不可测 李奥公可是位居天云十二州七大宗门之列的 这一次却是留心在一旁插口了 好 仔细说说 林轩依旧不动神色 大风大浪 他经理的多了 连加罗古摩都见过 什么七大宗门听说了 虽然很火人 但想将林轩吓住 这还远远不够格 是 鹿婴儿理了理发思 英纯微起 开始向少爷诉说着李奥公的事 光是原英后期的大修士就有两三个之多 林轩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异色 照此描述这李奥公的实力还真是不可小事了 他皱着眉头陷入了沉默之中 两女更是大气也不敢出乖巧的在一旁静静的等候 然而出乎他们预料的 林轩很快的就抬起了头 脸上已毫无愁色 不就是李奥公在背后声援吗 放心 他们有这个靠山交给我 你们俩只需要将那些叛徒扫平就行了 什么 两女一手眼口皆掩不住脸上的吃惊之色 虽然少爷神通非同小可 但说这话未免太轻松了一些 那可是李奥公 别说少爷如今还是中期 就算是后期的大修士 也绝不敢与这种庞然大物硬捧 除非是传说中的李和其老怪还差不多 不过他们当然不敢出口反驳 只是脸上不以为然之词 已经表明得很清楚了 好了 此事暂且不说 你们如今也宁丹成功了 可想过接下来要练什么功法吗 与林轩修炼的玄魔真经 九天玄弓等顶尖功法不同 大部分功法都只适合一个大境界修炼 比如灵动期时修炼的一种 筑基成功后就要换新的 宁丹后期情况也是相同 嗯 我们都想好了 两女相视一笑 各自从秀中取出一枚玉筒 作为拜宣阁之主 想要弄到一些宁丹区功法 并不算什么难事 林轩没有露出意外之色 一片光霞飞掠而出 将两枚玉筒卷过 神识是沉入其中 以他的修为神识 所修功法 虽然与两女属性并不相同 但也一看就懂 片刻之后 林轩抬起头 却轻轻皱起了眉头 少爷 怎么 你觉得我们所选的功法 有不对吗 刘欣紧张地开口 陆营儿脸上也露出疑色 这两套功法 都是手下花了数年的时间 以极大的代价 好不容易才弄到手 虽然无法和一些名门大派的 不传之密相比 但也堪称真品无疑 为何少爷表情 却非常不满意 如果仅是就事论事的话 这两套功法确实不错 林轩把玩着手中的御筒 缓缓地开口 已经勉强算是上品 这类功法 各大派也仅传于最有前途 和最受宠爱的弟子 是啊少爷 既然如此 我和师姐休息 有什么不妥吗 听了林轩的话 陆营儿是越发的疑惑 不知道林轩心中在想些什么 凡事有利就有弊 这两套上品功法 修习起来威力确实极佳 神通与同阶修士相比 也明显胜上一筹 可以以你俩的资质 修习以后恐怕很难进击 林轩眉头一皱地说 鱼与熊掌通常难以兼顾 想要追求功法的威力 修炼时遇见瓶颈 就会更难更多 你们挑选的这种功法 莫非希望追求仙道之路 就止于此处 听了林轩的话 梁女脸上是揭露出黯然之色 片刻后还是陆营儿开口了 少爷说笑了 小臂两人的资质 我们自是心中有数 若非您赐予天臣丹 这样的逆天之物 我们连宁丹都是不可能的 进入宁丹期之后 修行比祝级期难得多 我怕已经很难再有静静了 既然如此 还不由追求大威力神通 以其能够圣上同阶修士一筹啊 第八百六十六章 玉女七心节 贫心来说 陆营儿的考量没有错 他俩的资质 也就属于中等偏向而已 虽然勉强进入了宁丹期 但若没有特别的奇遇 今生是很难再有静静的 仙道艰难 宁丹后法力的增长 远比住期期缓慢 既然如此 还不如追求大威力的秘术 那样才是最佳的选择 然而林轩脸上 却露出不以为然之色 资质差点算什么 想当年自己连灵根也没有 不一样磕磕碰碰的 就走过来了 你所说的没错 不过遇见少爷我 情况又不一样了 林轩面带神秘的开口 什么 莫非少爷你 还能让我们在仙道上 更进一步 修炼到宁丹中期吗 陆营儿的一呆 脸上还露出几分热切的表情来 刘欣也是目光硕硕 将林轩盯着 哈哈 没出息的丫头 宁丹中期算什么 只要你俩努力 少爷我再加以扶持 至少也是宁丹后期 仙道虽然艰难无比 但同样的 也是充满着变数 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 若有一些机缘 你俩日后未必不可能 有机会凝成原因 两女听的是目瞪口呆满面恶然 仙道谁不想走得更远 不说每一次大的晋级 法力增长会天翻地覆 更关键的是 寿远也会随之暴涨 尤其是缘婴戏 最差也能活上个百八十岁 甚至过千年也是轻而易举 可想归想真要达到 哪有那么容易 缘婴老盖几乎是这一家 最顶尖的存在 别说他们两个小丫头 便是圣灵根的修仙者 能够达到的人也没有几个 两女自然就更不敢奢望了 然而少爷却说 假如换一个人 他们肯定不会有半点相信 看林轩不同 记得初见他时 也不过是宁丹旗修仙者 短短数十年而已 不仅结英成功 还诡异地达到了中 作为拜宣阁之主 两女见识可谓非常广播 这种速度 不说后不无来者 至少前便是没什么古人了 两女嘴上不说 心中却惊诧无比 对于这位少主 更多了几分敬畏之意 虽然觉得林轩许下的承诺 太过荒诞离奇 但不知道为何 心中却是相信的成分居多 少爷 你说真的 我和世界这种自治 也有机会凝结原因吗 刘欣觉得浑身是一阵发热 口干舌燥地相信 当然是真的 只要你们效忠于我 林轩云淡风轻地说 两女对视一眼 双双下拜 对林轩磕起了头来 异口同声地 视眼缓缓传开 少爷放心 奴婢今后 必忠心追随 不管刀山火海 还是魂飞破灿 都绝不反悔 林轩是点了点头 脸上露出满意之色 表面上看 他这么做 有点多此一举 毕竟 与两女之间 已有血气 她们不可能背叛自己 可被迫相从 与主动效忠之间 却有着天渊之别 两个丫头确实不错 好好培养一番 彼是十分有用的帮手 故而林轩才先 帮她们凝结金丹 后又许下如此承诺 将陆盈儿和刘欣的心 完全收服 好了 不必夺礼 林轩绣袍一服 一股无形的力量 将两女往上一拖 她们忙顺势站了起来 却仍十分恭敬地 在一旁视力 少爷 那依你之见 我们应该修炼什么功法呢 陆盈儿的声音 缓缓地传入耳朵 是啊 我们一切接听少爷吩咐 陆盈儿也十分乖巧地开口 这个 林轩却陷入了沉思 片刻之后 伸出右手在腰箱中 轻轻一拍白光一闪 一清脆欲滴的玉铜茧 就出现在了面前 你们先看看 两女接过玉筒 一起将神石是沉入其中 片刻之后才抬起头 然而脸上却露出了几分古怪之色 少爷 这 陆盈儿似乎想说什么 但却又难难地 不敢胡乱开口 哈哈 有话就说 少爷 我又不是喜怒无常的家伙 即使说错什么 我也不会怪罪你俩的 林轩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 是不是觉得这篇玉女七星爵 品质太低 里边记载的秘书神通更是威力小的可怜 神通不值一提 嗯 两女点了点头 等着林轩继续往下说 不错 就品次来说 我给你俩的不过是一终结功法 比你们俩自己收集的还要差得多 不过此功法却有一个好处 哦 请少爷姐说 陆盈儿脸上露出倾听之色 流心也差不多 俗话说 师之东偶 收之丧语 这玉女七星爵的威力虽然差一些 然而法力精进的速度 却快的离谱 而且在突破瓶颈之时 也远比其他功法要容易得多 如果你俩想在仙道上走远 并且凝结原因的话 修炼此功法正好合适 原来如此 两女这才转忧为喜 奴婢听少爷吩咐就是 只是 哦 还有什么问题 你说 林轩抬起头 目光向额袋脸孔的少女瞟过去 少爷 这玉女七星爵虽然不错 但我和师姐林根的属性并不相同 她是水属性 而我则是金属性 我俩真的能修炼同一种功法吗 六星好奇的开口 这个你不用担心 是可以的 林轩点了点头 其实她嘴上虽这样说 心中也是有点疑惑 这玉女七星爵的来处 她已经记不得了 毕竟死在林轩手中的修士太多 搜刮的除物袋不计其数 天知道是哪个倒霉鬼的 不过这篇功法 林轩闲暇之余倒也确实研究过 表面上看是一中品功法 然而却有几个疑点之处 一是进阶法力太快了 虽然低品级的功法 一般都要比高品级的进阶的容易 可这个速度却似乎太快了些 第二则是不受林根属性的限制 众所周知 林根封为金木水火土 每一名修士皆有不同 所修炼的功法也大有差异 必须依对应才行 当然也有例外 比如说像九天玄弓 玄墨大法这样的顶阶功法 就不受林根属性所限 任何林根皆能修炼 而这几乎是顶阶功法的特权 其他品级的功法 则做不到这一点 然而玉女清心觉 却偏偏是例外 林轩左看右看 这都不过是以中平功法 甚至还有一点偏下 可他居然同样是 任何一种林根属性修士 都能够修炼的 为何会如此 即便以林轩的见识 也看不出端倪 不过有一点 这玉女清心觉绝对不一般 所谓肥水不留外人田 所以他才将他挑出来 给良女修炼 虽说修炼子宫之后 法力神通要远远逊于同阶修士 不过这个难题对林轩来说 确实不算什么 神通不足 用法宝补齐就好 要知道修士斗法 除了本身的秘书神通 装备如何 才是更重要的 而这一点 恰恰是林轩的长处 其灭杀的修士 不计其数 身家之丰厚 即便是离合其劳怪 恐怕也要瞠目结舌 除代中的法宝 没有一千 也有数百之多 几乎都快装不下了 如今你俩已结单成功 可有想过 要修炼什么样的法宝吗 林轩缓缓地开口 有想过 不过还没什么头绪 只要威力尚可就行了 刘欣有些腼腆地开口 要知道 法宝与灵器可是完全不同 所需要的材料珍贵无比 虽然以他们拜轩阁之主的身份 不难凑习 但也不可能修炼出太好的东西 一来 这些材料太宝贵了 即便有精实 也有价无事 根本就买不到东西 第二 越好的法宝越难炼制 就算炼成了 操控也并不轻松 自知知名 良女还是有 要量体才衣 不贪心 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还没想好 那也不用想了 少爷我给你们几件护身的宝物 保证比你们修炼的要好得多 林轩微笑着说 绣袍一服 一片灵光闪过 几尖散发着柔和光泽的宝物 就飞到了林轩的身前 一刀一剑 还有一柄玉伞 此件是色泽琥珀 却又散发出一点金色的光泽 表面上隐影还有符纹 一看就是非同小可 流星眼都指了 少爷这是 这柄珠破剑 乃是用万年松香 加入提纯后的玄金精华 并附于几种其他珍贵的材料 精心炼制而成 论威力便是原应其修饰 也用够了 绝对是顶尖发宝 它原来主人的印记 被我用壁幻诱惑抹去 你只要稍加剂脸 就可以发挥出不小的神通 日后好好用当火培养 随着时间变长 自然会越发的得心应手 此件日后就作为你的本命发宝 林轩说完 又将目光转向那柄小刀 这刀的名字我忘了 但不管材料还是威力 都是同样不错的发宝 一较有点少 似乎可以作为珠破剑的补充 还有便是这白玉伞了 乃是用万年软玉炼制 坚韧一场 防护力远在一般法宝之上 由它作为护身 便是遇上法力神通 远胜于你的修饰 也自保无余 听林轩缓缓缓的讲述 梁女是目瞪口呆了 虽然林轩说过 要给法宝 但他们也以为是随便拿一下普通的就好 万万没有想到 第八百六十七章 碧玉清光灼 须知 法宝可不同于灵气 在修仙界稀少无比 其珍贵的程度 甚至连功法也有所不及 能够结单的修饰 本就万中无一 可一些小门小派的宁丹修士 甚至是没有法宝的 由此足可践踏的珍惜 然而 在少爷的眼里 却仿佛像大白菜似的 随手就送出了三件宝物 而且无一不珍贵到了极处 一时间 刘欣恍如梦中 兴奋的 有些不能自己 足足过了半盏茶的功夫 才幡然醒悟 满脸感激的 向林轩败了下去 不必多礼 林轩是一挥手 这点东西对他来说 不过是毛毛雨 不值一提 反正放在除袋中 闲着也是闲着 当然要给两个丫头 一些好装备了 陆盈儿虽然没有开口 但那眼眸中 已仿佛要滴出水来 满脸稀奇地望着林轩 做人不能厚死薄比 何况与流心相比 陆盈儿能给自己 更大的助力 林轩绣袍一服 又将几件宝物取了出来 一方紧怕 一小小精致的手镯 还有一数尺来长的红铃 就出现在了眼帘之中 虽然两女要修习的功法相同 但她们的性格 决定最好使用不同类型的宝物 这三样 也是林轩从自己的储物袋中 精心挑选的 林轩首先拿起了那个玉镯 成雪白色 然而却又隐含着一些淡青色的纹路 是样古朴 神通暂且不说 光从装饰的角度 就是以难得的宝物 这碧云青光灼 是什么材料 连我也不甚清楚 但神通之强 比起星儿的猪破剑 也是毫不逊色 虽不能说是九天神兵 但即便圆英鸡老怪看见了 也绝对会眼馋的流口水的 而且配合水属性法术使用 越发的威力无穷 就做你的本命法宝好了 陆营儿原本就很有心机 经过这些年风雨的魔力 修为暂且不说 气质却已经有了大加风度 可听了林轩的这番言语 还是忍不住满脸的喜色 同样冲林轩 赢赢了下去 林轩放下玉镯 又伸出手来 轻轻地在那匹红铃上抚摸 此宝的名字我也记不得 但同样是攻防一体的宝物 而且有兽魂气灵在里头 可以变为毒蛇 在拼斗时将对方缠住 便是宁丹中气的修饰 也绝难挣脱 至于最后这方紧怕 不用说 与星儿的预伞相同 也是给你做护身之用 遇见打不赢的对手 至少可以全身跑掉 好了 东西不多 你们且自说好 有了这几样法宝 足以弥补玉女 七星觉中的神通太弱 甚至超级挑战 也不是不可能的 多谢少爷 两女再次败谢 心中对林轩的感激 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天下还有这么大方的主人吗 好了 不用多礼 只要你俩好好努力 不要辜负我的一番心意就行 下去吧 是 两女是垂下针手 乖乖受教 等林轩说完了 才恭敬地退出了洞服 少爷 以他俩的资质 真的有机会凝结原因吗 白光一闪 以娇俏的少女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个不好说 修仙界的事情本来就没什么绝对 这要看他俩的机缘如何 当然 在能力范围之内 我也会好好栽培他俩的 林轩微笑着说 嗯 这说起来 我也没想到鹿盈儿和刘欣 能有如今的成就 何况少爷 又许了那么多的好处 他俩已经是死心塌地的臣服 若真能结应成功 对您以后 也是以极大的帮助 岳儿如此这般地说 不错 这里毕竟不是昔日的幽州了 门派伶俐 高手数不胜数 多得几个得力助手 对于日后是很大好处的 林轩赞叹地点了点头 不过当务之急 还是要先将拜轩阁的内忧外患抹去 那些叛逆的您单期修士不足为据 不用少爷出手 小臂就可以让他们灰飞烟灭 然而 黎耀公却不能轻易招惹 毕竟对方光是后期的大修士 就有两三个之多 少爷 您有什么好主意吗 羽儿脸露难色地说 傻丫头 你将事情考虑得太复杂了 黎耀公使固然势力不弱 然而 他的总坛却在云州 据银儿所说 云州光是面积 就相当于数十个幽州连在一起 各种修仙资源的差异 更不可以道理计 这里和他们的总坛相比 不过是蛮荒之地 如此势力庞大的宗门 三十年来都不曾对幽州感兴趣 如今却突然要在这里设立分度 你不觉得有些奇怪吗 林轩起身 在洞府内活动了几步 缓缓开口 难道不是因为天元坊的缘故 陆银儿说 天元坊宗主曾经出身 黎耀公啊 哼 银儿是说过 但你没有听清楚 那家伙昔日也不过是区区一名 内门弟子 后来自立门户 或许看在以前的情分上 黎耀公会准许他借用一下自己的名头 可区区一名名单修士 黎耀公这样的大派 根本就不会看在眼里 更别说插手他与败宣阁的争斗 如今却要在这里设立分度 怎么都是有些稀奇的 那少爷又有何见解呢 我怎么清楚 林轩停下了脚步 缓缓叹了一口气说 如今消息太少了 很难分析出有用之物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就算幽州真要设立什么分度 黎耀公这样的庞然大物 也不会多在乎 就算我们与其冲突 而他们又落了下风 难道堂堂黎耀公大长老 原英后期的修仙者 还会跑到这蛮荒之地来吗 许致这种等级的修仙者 虽不至于不问世事 但也不会为这点小事 就轻易出手 少爷说的有理 林轩的一番分析 论证清楚 育儿听得十分佩服 那您又有什么打算呢 打算不急 林轩却说出了 让小丫头目瞪口呆的言语 在邀领导打来打去 早就累得不行 如今有机会 当然要好好休息 可是 育儿正想反驳 却发现林轩脸上露出狡急之责 才反应过来 自己是被骗了 少爷是开玩笑的 不由的又羞又恼 撒起了娇 且不说主仆二人的笑闹 露营而鱼流心得到了法宝 自然是欣喜非常 回到洞府之后 立刻开始打坐用功 一方面将刚刚宁丹后的境界稳固 另一方面 要按照林轩所说 开始用丹火 对新的法宝略做培养 原本这种得自其余修饰的宝物 上面是有原主人印记的 不过林轩却用避幻忧火的 奇妙神通将其强行抹去 如此一来 这些法宝就成了无主之物 两女只需稍加祭练即可 一扎眼 三月的时间就过去了 这一天清晨 三道顿光离开了飘云谷 风驰电掣 迅速消失在了天空之中 在两女闭关的时候 林轩虽然没有插手帮物 但还是做了一些事情 比如说对于忠于两女的嫡系 是大家奖杀 十一位宁丹其修 是美人赠予一件法宝 当然 林轩之身家丰厚 但也不会大手大脚 那些法宝都是普通货色 远非给陆影而留心的刻笔 然后是如此也让那些宁丹修士们 欣喜以及纷纷败谢不已 至于筑籍期和灵动期的低节修士 林轩也根据每个人的修为 以及为拜宣阁做过什么事 分别给予奖励 虽然有数百人之多 但以他身家之风后 依旧是毛毛雨等 何况这部分奖励 大多是些精实俘虏 还有灵器 不少都是直接从拜宣阁的库房中搬出 不是林轩不愿自讨摇包 而是他身家太过丰厚 除袋中都是价值不菲的宝物 什么灵器于低阶服务实在是没有 总之 经过林轩的一番大傻 整个飘云谷欢声雷动 不管中心还是士气 都明显大为增加了 而经过近百日的闭关之后 两女修为虽然没有进展什么 但境界勉强已算稳固 给予他们的宝物 也都分别祭练过了 虽不能说得心应手 但已能发挥出不小的神通 看看时间已差不多 林轩总不能一直在飘云谷待着 于是和两女略一商量之后 便决定去铲除叛逆了 由于李奥公的插手 陆英儿和刘星还有些心中忐忑 但也不会说什么 一切借由少爷做主 带着两女同行 林轩自然不可能顿光全开 但幽州与掩州 本来就相距不远 仅仅花了数天 他们就在目的地降落了下来 那是一座苍茫的大山 连绵约有百里方圆 林轩虽然出身幽州 但这个地方也没有听说过 陆英儿介绍之后 才知道这里叫做角蟒山 从天空上看 以林轩圆英修士的强大神石 自然可以将整座山囊括进去 确实像一条弯云匍匐的巨蟒 此山的名字倒是与形状贴切无比 在角蟒山里 就坐落着天元坊总坛 要解决内忧 就必须先除去他们的外源 故而林轩先来到这个地方 不过他却没有冒冒失事的杀进去 凡是要多动动脑子 就算李耀公对幽州这片盲荒之地 再也不重视 毕竟名义上设立了分坛 林轩也不能太过放肆 至少不能一去就血血 所以究竟该怎么做 还要看看情况 再说 第868章 磨炼心境 距离角蟒山以西约二十余里 道有一座不小的凡人城市 人烟稠密 约有六七十万的样子 城中酒馆林立 尤其以承熙一家叫做最先楼的客债居首 里边有自酿的陈年老酒 其余的菜肴也是难得一见的美味真情 甚至有传言说 由于喜欢这里的美酒 有些陆地神仙之能的修仙者 也曾经来这里做客 当然 这种说法太过荒诞离奇 大部分人还是将信将疑 但不管仙师有没有来过 这里的美味确实不用说 尽管菜的价格明显比别的酒楼要高上一些 但客人依旧络绎不绝 李四尔在这里做小二 已经有七八年了 从以乳秀未干的小孩成长了壮硕的少年 虽然仅仅是以普通会计 却生得相貌不凡 这些年省吃俭用 也积下了几十两银子 眼看再过几天就是过年 正思量着回家之后 再住在东村的媒婆 给自己张罗一门亲事 俗话说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她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如何不想有一位知冷知热的娘子 少年爱慕 这些天见到年轻漂亮的女客都忍不住多丑上几眼吧 如今天色尚早 楼上的客人倒是不多 突然三个人影进入了李四的眼帘之中 一男两女 看上去都不过二十余岁的年纪 那走在前方的男子倒也罢了 容貌平平无奇 丢在人堆里都不会认识 李四自认为还要更帅一些 可后面那两个女子 一个身材高挑 一个可爱讨喜 虽说不上有倾国倾城之色 但也绝对是出色的美女 尤其是他们的身上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气质 李四虽是一小小伙计 但在这醉仙楼里却也颇有见识 他见过本城首富的千金 容貌暂且不提 就说这雍容气质 与眼前两女相比也远远不及 他们究竟什么来历 尤其让李四惊讶的是 这两位天仙般的美女 对那平平无奇的男子偏偏尊敬无比 甚至不敢与她同行 微微落后两步 低眉顺目的在后边乖乖的跟着 李四眼都直了 难道两女究竟是这男子的小妾吗 不 不对 看样子 更像是侍女 心中是羡慕无比 同时还有一种莫名的妒忌 但她也晓得这少年的身份恐怕非同小可 万万不是自己可以招惹的 只好堆起笑容 将他们请到了楼上的雅间之中 林轩是挑了靠窗的位置 又随口点了十几样菜肴 以及一壶美酒 便随便挥手让李四下去 坐呀都站着干嘛 林轩看了两女一眼 小臂不敢我们就在这里伺候少爷 你们只要效忠于我 这些虚理讲了又有什么用途 让你们做就做 林轩淡淡的说 林轩既然发话了 两女自然不敢为诱 拜谢之后便挨着她坐了下来 修仙者虽可屁股 但对于这口腹之语 林轩向来不会拒绝 这里菜肴美酒的味道确实不错 林轩吃了几口后 脸上就露出满意的笑容 然而与主人相比 旁边两女却显然没有那么好的性质 看着林轩大快夺饮 刘欣于露营而皆是欲言又止 怎么了 你们不吃 少爷 我们来到这里 是要解决天元坊的危险 内应已传来消息 说李耀公已派来 原英七长老 就任着幽州分舵的舵主之职 如今就在这交莽山里 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呀 刘欣用手端着酒杯 的确根本就喝不下去 不明白大敌当前 面对这么复杂的形势 少爷哪里这么好的性质 我干嘛要着急 又解决不了问题 林轩嘴角标露出一丝笑意 放心 我来到此城自有用意 可 刘欣还欲再说 却被露营儿给拦住了 师妹 别劝了 少爷既然这么有把握 我们听从就好了 说完 此女起身 笑语盈盈的 为林轩针满酒 少爷 我敬你 说完 一仰针手 就先干为敬 林轩眼中露出一缕欣赏之色 转过头 对刘欣开口 小丫头 看见了吗 多学学你师姐 做大事者 首先要将气沉住 刘欣毕竟也当了这么多年的二阁主 脸上闪过 若有所思之色 也起身 侍奉起林轩 喝酒 吃菜 起来了 佳酿 专修 美人 劝酒 踏入修仙界以来 林轩道难得这么放松 每日里 兴风 血雨 得到这个机会 自然要好好的 逍遥一番了 又晚美餐 他带着两女去城中四处游览 当晚便歇在最仙楼 除了酒馆 他还带有一家客栈 第二天 仍是如此 就这样 林轩在此城吃喝玩乐了数日 到了第七天上 陆盈儿还沉得住气 刘欣已是满脸的交集之色 却又不敢开口质问少爷 林轩也并不解释 其实他这么做 当然不是贪图享乐 而是有两个理由 一来嘛 是打探消息 俗话说得好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假若仅是林轩一人而已 对于黎奥公自然 不需要有所顾忌 两三个大修士 又如何 自己是打不过 但逃 却是有十分的把握 就算将天元坊血洗了 对方又能如何 还不只有刚看着 然而现在不同 林轩可不想毁了百轩阁 如今的天云十二周门派林立 林轩需要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势力 对付天元坊 也是想要将他发展壮大 当然不能弄巧成拙 与黎奥公硬碰 对方居然派来了元英七老怪 这可是与自己原先的设想不同 莫非黎奥公真想在幽州设立分度 林轩也有些吃不准了 他需要更多的信息 而得到最好的方法 就是抓一名对方的弟子 是以搜魂之数 去总谈肯定是不行的 那样容易打草惊蛇 而林轩是 无意间听见了最先楼的传说 别人或许将信将疑 但林轩却可以肯定这是真的 修仙者虽然可以屁股 但贪图口腹之欲 也是很多的 何况就算假的也无妨 这里是角满山附近 唯一的凡人居居之所 天元坊的修士 定期肯定会来买一些东西的 自己只要守株待兔 就必定可以得到想要的消息了 而除了这个 林轩像顽固子弟般的 吃喝玩乐 还有别的理由 如今 他已是宁丹中期的修仙者 特别是结英之后 从初期到中期 依靠世兴摩陶的威力 仅仅花了三年而已 这个速度 不说后无来者 肯定是前无古人 然而升级太快 虽是喜事 但也并非就没有隐患 凡是有利就有弊 这么快进节中期 根基不扎实 倒是小事 关键是林轩的心境 有些跟不上了 现在坏处还没有显露 但如果放任不管的话 迟早会变成大隐患的 也就是说 林轩需要心境的磨练 但这所谓的磨练 也并非像刚踏入仙道之时 去练心路吃苦 对于拥有强大神识的他 已没有多大的用处 林轩经过再三思索 终于才确定了一条道路 吃喝玩乐 听着有些离谱 但这尘世间的享受 本就是最容易消磨 一个人的意志的 林轩先顿入红尘之中 敞开心胸 接受各种诱惑 然后再闭关苦修 两者强烈的反差 如果意志不够坚定的人 绝对无法承受 就仿佛一个人吃惯了 山珍海味 突然有一天 让他只能吃咸菜 肯定是受不了的 但林轩却要接受这种痛苦 只要撑过心境 必定会向前一步 这也是先到的艰难之处 当然七天时间是远远不够的 只可惜林轩在这一天 就发现想找的目标了 他这几天虽敬情玩乐 却也悄悄将神石放出 以林轩的可怕修为 给整个城市所有人的一举一动 皆尽在掌握 林轩感觉到几名修仙者进入城中 修为道也不弱 为首的一个居然是住籍中西 其余两人 则是林栋及低界弟子 看情形 不是来城中吃喝享乐 就是别有所图 方氏说 这里就是复阳城了 虽然是凡人的居所 但最先楼中美味真的没话说 尝一尝 绝对包宁满意 三名修仙者此刻也换作凡人的装束 中间是一名三十余岁的黑兽汉子 两标之人要高大威猛的多 然而却露出一脸羡慧之色 刚才那句话就是 左手之人小心翼翼的开口 我们身为修仙者要努力苦修 岂能如此安逸享乐 那黑兽汉子不以为然的开口 然而 别看他一脸正气凛然 眼珠却在不停乱窜 不仅渺向周围饭馆 看向周围女子之时 也是同样极其不老实 那是那是 方氏书道行高深 只是你刚来这角莽山 我们做晚辈的 哪能不敬一下地主之仪啊 那右手的修士也忙讨好的说 这方性修士的身份是非同小可 不仅自己是助击妻 而且还与那位李耀公新来的长老 有着血缘关系 虽然隔了不知多少倍 但毕竟是他的世俗界的后人 很受宠爱 连各位宁丹妻的师祖 对他都非常客气 他们这样的低阶弟子 自然要想方设法地霸解 这说来也巧 这方性修士修为虽然很高 但为人却滑浮无聊 贪吃又好色 而这两个林栋七弟子 踏入仙道以前 皆是富家顽固子弟 于是便投其所好 第869章 潜入 三人在富阳城闲逛一阵之后 果然来到了最先楼 叫来美味珍修饮酒作乐 直到太阳落下山坡 脸上才露出满足之色 摇摇晃晃地下来了 林轩嘴角微微上翘 满脸激潮 与自己想要磨练心境不同 这几个家伙是真的贪图享乐 身为修仙者 却沉溺于红尘世俗 他们仙道之路 多半已止于此处 林轩和两女不动声色 悄悄地在后面跟着 三人修为太弱 自然不可能发现什么 眼看已来到富阳城远郊 距离角莽山 仅树里之遥 人烟变得越来越稀少 好了 就在这里动手 盈儿 交给你了 是 少女行了一礼 化为一道红光 向前飞掠而去 林轩并不担忧 盈儿虽皆单未酒 但对付三名低节修士 依旧是手到擒来的事 果然 仅仅半盏茶的功夫 一道光霞卷过 三个倒霉的家伙 就出现在林轩的眼前 双目紧闭 人事不知 林轩自然不会客气 伸出右手 贴在那黑兽汉子的额头上 一层淡淡的光芒闪过 林轩已开始失禅 搜魂大法 片刻之后 林轩收回了手 屈指微谈 几道火光闪现 将那三名修士 化为了灰烟 就仿佛从来没有在这个世间出现 而林轩一手俯额 脸上露出缠银之色 说起来 自己的运气还真不错 得到的信息比想象的还多 这华服无聊的家伙 居然是那黎耀公长老的后辈弟子 从他记忆里 自然了解了不少有用的内幕消息 虽然太具体的 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那姓芳的老怪物 似乎在黎耀公总团混得也并不如何 甚至于大长老关系不睦 因而受到了排挤 所以才被发配到这蛮荒之地 也就是说 黎耀公对于幽州其实并不看重 之所以在这里设立分度 不过是为了安置这姓芳的家伙 毕竟 他怎么说也是 圆英气的修仙者 林轩脑海中是念头转动 迅速思索 若是这样的话 天元访倒并不难对付 只要不是做得太过 黎耀公都会不闻不闻的 难怪那方性老怪物会许下承诺 想要收编拜轩阁 对方也知道自己情势不妙 想要扩大一些势力的 婴儿 心儿 奴婢在 听见林轩的吩咐 两女忙连步轻移走了上去 你俩先回复阳城等我消息 什么 少爷 您难道要一个人独闯天元房总舵 那不行 太危险了 刘欣听了是大惊失色 想也不想的便开口反对 是啊 少爷 我和师妹修为虽低 但怎么着也能助您一臂之礼 鹿营儿要冷静沉着一些 但这个时候同样不赞成林轩的主意 放心 我心中有数 区区一个天元房难道还难得住我 林轩淡淡的开口了 咳 刘欣还欲解说 林轩却脸色一沉 怎么 你俩莫非要违背我的命令吗 奴婢不敢 见林轩发怒 鹿营儿忙将师妹拉住 少爷 那您一定小心一些 我们就在最先楼的客宅等你 说完 赢营营行了一礼 浑身光芒大起 带着刘欣向后飞去 林轩 林轩点了点头 子女修为不说 杀伐决断 已不逊于一派宗主 只要好好再培养一番 必须自己得力帮手 倒是刘欣那个丫头 忠心是忠心了 然而却缺少了一些魔力 比起鹿营啊 尚有不及 不过 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刻 林轩收敛气息 化为一道灰蒙蒙的惊鸿 飞向了角莽山的深处 以她的修为神通 有意隐藏行踪 即便是猿鹰其老怪物 想要发现 也绝不是那么轻松 约半个时辰之后 林轩便来到了一座小山谷 从表面上看 没有丝毫起眼之处 不过那是布置的 有幻术尽致的缘故 林轩眉头微皱 突然取出一颗引灵丹吞服 随后是斩天魔女龙树 变化成那黑兽汉子的模样了 虽然以她的神通 也不是不能硬闯 但林轩并不想打草惊蛇 利用搜魂树得到的 那些消息之后 林轩已别有打算 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 林轩并不想轻易地 与李耀公结仇 林轩易容之后 虽服饰不同 但却身怀那方性修士的令牌信物 于是没费多大功夫 便轻易潜入了天元房总盘的深处 沿途也遇见几个修仙者 但大多对他露出恭敬之色 看来这家伙虎假虎威 在此地确实混得不错 如此一来自然是便宜了林轩了 根据这倒霉家伙的印记 林轩一路往西 转入了一条 人际罕至的峡谷之中 这儿表面偏僻 然而灵气却浓密一击 根据这姓方家伙的记忆 林轩知道那老怪物 就居住在这里 舍人先舍马 勤贼先勤王 既然李奥公并没有染指幽州的意图 自己只要将此人震慑 一切难题 自然是迎刃而解 约遗嘱香的功夫之后 一座光秃秃的山壁映入了眼帘中 不过这依旧是幻术 林轩绣袍一服 一片光霞飞掠而出 从山壁没入 随即那块石头如同水波一般的晃动 林轩恍深进入其中 里面的景物幽自不同 有山有水非常清幽 这老怪物虽被发配到了幽州 倒还真会享受 林轩嘴角微微上翘 郑宇将神石放出 突然一淡淡的声音传入耳朵 什么人 居然敢闯老夫居所 被发现了 林轩是先是已呆 不过很快就重新镇定了下来 这里毕竟是对方的地盘 自己虽已很小心 但也难免会被一些未知的禁止发现 反正自己也未打算偷袭 对方修为虽然不低 但也不过是原因初期 不足为惧 林轩伸手在脸上一抹 顿时将天魔女容术去除 但气息并未放出 看上去依旧是一个筑脊中气的修衔者 随后他抬起头 一道耀目的光滑映入了眼帘中 轻轻一闪就来到了面前 光滑收敛 献出一名老者的容颜 看上去 大约七十余岁年纪 白发白须 长着一大大的阴沟鼻 看清楚林轩的容颜之后 他的脸上露出几分惊恶 是 是你 第八百七十章 田小剑的消息 你认识我 林轩脸上露出几分惊恶 这老怪物容貌奇特 自己明明不认识 他几时曾经见过自己了 林轩皱眉思索 依旧半点印象也无 这倒有点奇怪了 咦 你不早就宁丹成功 现在怎么去变成了 一小小的助击期修衔者 莫非你不是林轩吗 老怪物目光闪烁 突然像发现什么诡异的事情似的 脱口惊呼 林轩眉头一皱 满脸木染之色 心中却真的惊骇非常 作为原因修士 过目不忘对他轻松一击 可这人确实没见过 这件事情真的非常诡异 冷哼一声之后 林轩不再收敛气息 浑身法力略于运转 顿时一股惊人的气势 迷散开来 方心和脸色大变 什么 你居然进阶元英中起了 你究竟是否是昔日林药山少主 这个家伙居然提到林药山 林轩表情一变 说起来 这次回到幽州之后 林轩自然找人打听过林药山的情形 然而结果却让他非常惊愕 林药山已不在幽州 据说那块天外的大路穿越之后 没过多久 林药山就举派搬迁到云州去了 在天云十二州中 云州虽非居首 但也是排名第二的大州 名门大派数不胜数 林药山搬到那里能有什么前途 这点 普通修士都看得出 通语真人老奸俱华 难道心中还不清楚 这中间必有缘由 莫非是并入了李药宫 林轩暗暗地想着 他曾听盈尔说过 李药宫虽畏惧天云十二州 七大宗门之一 但同样也是炼丹起家 只不过除了单道之数 该派的其他神通也数不胜数 光是大修士 就有两三人之多 如果林药山被其收编到 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如此一来 这人自然有可能将自己认出 可惜这会儿林轩猜错了 他将自己的疑问提出 对方却一口否认了 那你为何认得我 林轩眉头一皱满脸 疑惑地开口 方某无意间 曾在少主那里 见过你的画像 少主 林轩心中越发疑惑 自己怎么可能认识 所谓的李药宫少主 对方不应该是 从另一个人界来的修士吗 田小剑难道阁下不记得 什么 是他 即便以林轩的臣服 也不由悚然动容 当年那场英魂浩劫 他已听得张笑赢家 极恶魔尊陨落 魔道就此衰落 田小剑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林轩虽然相信他并未陨落 却万万想不到他这家伙 竟然当了李药公的少主 个人有个人的际遇 看来运气好的并不仅仅是自己 林轩眉头皱起 不过自己今天能够来到此地 可不是来与这个家伙叙旧的 原本林轩仅仅想展示一下实力 让这家伙知难而退 不再打败宣阁的主意 然而现在却动了杀机 无他 若是留下此人 自己会到幽州的消息 必会传入田小剑而立 自己与那家伙表面和睦 但其实是敌是友 却也很难说得清楚 踏入仙道以来 能让林轩忌惮的人不多 田小剑恰恰算是一个 无论心机还是成福 几乎都能与自己相比 这么多年过去了 就算没能结英成功 想必修为也是不弱 加上背后的李药公 林轩也不能不忌惮一二了 至少为了败宣阁 林轩还是不想让消息泄露的 心中是杀机涌动 然而脸上却还是一副和善的笑容 是吗 小剑居然做了贵宫少主 莫非是拜了大长老为师父 这真是天大之喜 我与他情弱兄弟 该日倒是好好地想要聚上一句 方兴和并为生敌 毕竟他仅仅是在田小剑的洞府 见过林轩的画像而已 具体两人什么关系却并不清楚 但想来应该是颇为深厚 而田小剑虽非大长老唯一的弟子 但却是极受宠爱的一个 自己之所以会被贬到此处 就是因为和大长老不和 若能穷此人从中调和 让少主在其师尊面前美言几句 自己为时没有机会重新回到总坛之中 虽然自己想过扩充分舵 但那也是无奈之举 如果能够回去 谁愿意留在这鸟巴拉屎的蛮荒之地 想到这里他心中发热 连林轩为何来到此处都暂时抛诸脑后了 哈哈哈哈果然是林道友 老夫与你一见如故 不如去我洞府坐坐 方兴和热情地邀请说 好 再下来到角莽山 也正有要事与道友商谈 林轩点点头 如此这般地说 方兴和听了 心中的警惕越发地降低 脸上露出温和的笑意 当先向洞府飞去 林轩微微一笑 浑身轻忙大喜 也跟了上去 他的洞府便设在湖旁的小山之中 转瞬即致 洞府外笼罩着淡淡的雾气 表面上看并不起眼 但里边却蕴含杀鸡 是极为厉害的尽致 方兴和在腰尖一拍 掌心之中已多出一块令牌 一道白光闪过 那些雾气顿时朝两旁散开 林轩毫不犹豫地飞入其中 里边十分宽阔 且布置精美 说是修仙者的洞府 但豪华于世俗间的 王侯府邸相比 竟也毫无不及 林轩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此人贪图享乐 却居然能够凝结原鹰成功 倒真是一件颇为稀奇的事 林轩 你看老夫这洞府如何 不错 如果作为阁下的坟墓 想必你死也瞑目了 林轩嘴角微微上翘 突然神色平淡地开口 你说什么 方兴和一愣还没有反应过来 一抹亮丽的清光 突然在眼前爆开 迅疾弱电地批刺下来 方兴和脸色大变 想不到说对方翻脸就翻脸 两人相聚仗许 躲闪哪来得及 但他到底是原鹰修士 神通自然弱不到哪里 面对这种危机 也没有手忙脚乱 而是张开口 一缕瘾火喷吐而出 呼的一下暴涨 形成了一堵亮丽的火墙 同时身形一晃向后击腿 希望争取到一点时间 能够让自己退开 反应好快 然而却是徒劳 林轩嘴角边闪过一丝激潮 轻火箭去世不见 只是箭上的亮光 却显得越发的耀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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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